中国国防部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 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致辞 李尚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 预备役人员 民兵致以节日祝贺 李尚福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全面加强军队等的建设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如期实现进军100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中国军队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持续深化国际军事交流合作 为辩论交织的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